第十四届全国大选随时开打 首相纳吉形成满党 今天继续指导北部的反对党腹地出席活动 纳吉今早十点半抵达吉打西线 出席与民同欢集会 并在万人集会上以不点名的方式嘲讽某位领袖 在任期间不称职 周末不是视察民生而是回家陪太太 并要求选民用对方在任期间的表现来衡量他的功过 不要只看到这名领袖成为反对党之后 为民请命的作法 老邦要求选民 回家卖拖矛盈 先向此之后 来下店 我们走 我们不能接待 我不有áz 他们不能休息 OG US 之前 纳吉还在活动上抨击与行动党共同进退的巫统前领袖 形容他们不只是背叛的党 还教缩国人反政府 因此要求人民擦亮眼睛 不要上了伪君子的党